嗨,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這一支的主題是 ハナミ 就是散花、散音花 那我四月的時候 跟老婆還有就兩個夫妻的朋友 就是四個一起去 散音花 所以就是今天的文章是 那個時候的內容 那一樣,等一下先聽一遍 然後就 接著學一下重要當字 還有跟散音花有關的當字 要學一下重要語法 那就先聽看看 花見 この間 私の妻と 友人夫婦 四人で 大阪へ花見に行きました 私の妻は 初めての花見だったので 頑張って たくさんのお弁当を 作りました 私の友人も お弁当を持ってきたので みんなで 桜の木の下で お弁当を食べながら 花見をしました もちろん お酒も少し飲みました 少し寒かったですが 天気が良かったので とても気持ちが良かったです とても気持ちが良かったです 應該OK 那我們就是先看重要的當字 第一個 つま つま 他的意思是老婆 但是這個通常用在 自己的老婆 像 私の妻 接著看一下 嫁 嫁 嫁 也是老婆 也是用在自己的老婆 像 私の嫁 或者私の妻 都可以 接著 奥さん 奥さん 這個也是老婆 但是奥さん 是通常用在 別人的老婆 像 たなかさんの奥さん 就是別人的太太 那個意思 OK 接著 夫婦 夫婦 這是夫妻 接著 はなみ はなみ 散花 通常 はなみ 指的是 櫻花比較多 OK 接著 お弁当 お弁当 這個是便當 お酒 お酒 這是酒 好 お酒 是 有一些台灣人覺得 酒 就是清酒 我覺得這個 お酒 是指的是酒類 都可以 那如果是清酒的話 日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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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覺得可以 稍微記 OK 接著 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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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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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花 花瓶 花瓶 屋台 屋台 燈飯 日本就沒有什麼意思 但是這種 散花 或者夏天的祭典的時候 會有一些 燈飯 那個叫 屋台 接著 ヨッパライ ヨッパライ 這個是名詞 喝醉酒的人 就是喝醉的人 有一些 祭典的時候 大家都會喝酒嘛 那有一些人就是 有一點喝醉 OK 接著 レジャーシート 野餐店 大家就鋪那個野餐店 接著 思你 思來 思 Jed tan もちろん 这个是 当然 もちろん 当然 OK 接着 この間 この間 这个是 上次啊 或者前几天啊 那一种感觉 接着 この春一番 この春一番 是 这个春天 最大的 OK 接着 最后学一下动词 花びらが 切ります 切ります 就是 卸掉 花びらが 切ります 就是 卸掉 那个 花瓣的意思 OK 那接着 看一下 重要语法 接下来 看一下 重要语法 那这一次的语法 只有一个 因为文章的内容 是比较简单 但是有一个地方 很重要 所以 跟大家 一起看一下 天気が良かったので とても 気持ちが 良かったです 天気が良かったので とても 気持ちが 良かったです 它的意思是 因为天气很好 所以觉得很舒服 那 这边的 気持ちが良い 而不是心情好 而是 就是 身体感觉很舒服 所以 気持ちが良い 気持ちが悪い 很多学生 因为 気持ち是心情的 所以 会用错 但是 気持ちが良い 它的意思是 身体 身体的 舒服 気持ちが悪い 是身体 身体感到 不舒服的时候 会用到 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 マッサージは とても 気持ちが良い 按摩 是 很舒服 但是 按摩 是 身体 身体上 的舒服 所以 它并不是 就是心情的 身体的舒服 看第二个 お酒を 飲みすぎて 気持ちが悪い 喝太多久 然后 不舒服 但是 这边的 気持ちが悪い 不是 喝太多久 心情不好 而是 喝太多久 身体不舒服 有一点 想吐 的状态 所以 喝太多 跟朋友 喝酒的时候 朋友 如果说 気持ちが悪い 他的意思 不是心情不好 而是 他 就是想吐 所以 可能要 把他带到 去厕所 什么 要照顾他一下 所以 就是 不能搞混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気分 跟 期限 気持ち 気分 常常会 搞混 所以 稍微整理一下 看一下 気分 気分が いい 気分が 悪い 気分が いい 他的意思是 心理 心情好 心 気分が 悪い 这个有一点麻烦 这个是 心理 跟 心理 都可以用 心情不好的时候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都会用 気分が 悪い 所以 所以 这边 可能 要 看 情况 看 三个 例子 第一个 今日は なんか 気分が いい 今日は なんか 気分が いい 他的意思是 今天好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心情很好 那一种感觉 今日は なんか 気分が いい 这个是 心理 心情好 看 第二个 不常に 怒られて ちょっと 気分が 悪い 不常に 怒られて ちょっと 気分が 悪い 被部长 骂 所以 就是 心情不好 有一点 心情不好 这个是 心情不好 好 看 第三个 今日は ちょっと 気分が 悪い 今日は ちょっと 気分が 悪い 好 这边 注意一下 他 两个 都可以 今天 有一点 身体 不舒服 也会 说 今日は ちょっと 気分が 悪い 但 有可能 今日は ちょっと 気分が 悪い 他的意思 有可能 有一点 心情 不好 所以 可能 要 看 前後 他 讲 话 的 内容 才能 判断 OK 所以 気分が 悪い 这个 也是 OK 接着 看一下 期限 期限が 良い 期限が 悪い 两个 都是 心理 的 期限が 良い 心情 好 期限が 悪い 心情 不好 那 看一下 两个 例子 第一个 今日の 部長 は 期限 が 良い 今日の 部長 は 期限 が 良い 今天的部長 就是 心情 好的 样子 OK あなた 第二个 今 機嫌 が 悪い から 話しかけない で 今 機嫌 が 悪い から 話しかけない で 今 我 心情 就是 不好 所以 不要 跟我 讲 話 話 是 不要 跟我 讲 話 的 意思 OK 吗 所以 気持 気分 期限 稍微 整理 一下 接着 看一下 練習 問題 看 第一个 運车 運车 的时候 通常会 说什么 呢 通常会 说 不好意思 我有一点 不舒服 用日文 すみません ちょっと 気持 が 悪い です すみません ちょっと 気持 が 悪い です 或者 すみません ちょっと 気分 が 悪い です すみません ちょっと 気分 が 悪い です 两个 都是 不好意思 我有点 不舒服 那个 感觉 OK 中 第二个 洗完 早 出来 的时候 通常会 说什么 呢 洗完 早 出来 之后 会 说 好 舒服 对不对 好 用日文 啊 気持 良かった 这个 が 通常会 省略 就是 身体 感到 很舒服 那个感觉 好 那第三个 跟男朋友 吵架 的时候 跟男朋友 吵架 会说 对不起 现在 有一点 心情不好 所以 让我 一个人 用日文 ごめん 今 ちょっと 機嫌 悪いから 一人 にして ごめん 今 ちょっと 機嫌 悪いから 一人 にして 对不起 我现在 有一点 心情不好 所以 让我 一个人 所以呢 気持 気分 気 気 気 的确 有点 複雜 就是 其他的 情况 有时候 可能 不能 用 这个 逻辑 来 解释 但是 大部分 我觉得 可以 用 这个 逻辑 来 理解 所以 大家 稍微 注意 一下 那 接着 看一下 文章 的解说 那 接下来 看一下 文章 的解说 一个 一个 介绍 给大家 好 看一下 初めての花見 だった ので 我的老婆 是第一次 散 櫻花 所以 がんばって たくさんの お弁当 を 作りました 就是 努力 然后 做 很多 的 便当 接着 私の 友人も お弁当 を 持って きた ので 我的 朋友 也是 有 带 便当 过 来 所以 接着 みんなで 桜 の 木 の 下 で 大家 一起 在 樱花 的 树下 接着 お弁当 を 食べ ながら 花 見 を しました 一边 吃 便 胆 一边 散 花 这个 是 ながら で 用 饭 OK 接着 もちろん お酒 も 少し 飲み ました 当然 也 有 喝 一点 酒 接着 少し 寒かった ですが 雖然 有一点 冷 接着 天気 が よかった ので とても 気持ちが よかった です 因为 天気 很好 所以 感觉 很舒服 身体 感到 很舒服 接着 桜 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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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 卸 掉 的 卸 掉 中 然后 みんな で おいしい お弁当 を 食べた のは 大家 一起 吃 好吃 的 便 当 是 这件事情 是 この 春 一番 の 思い です 这个 春天 就是 最大的 回 忆 OK 吗 有了解 吗 的 确 我去的地方是大阪的造幣局 就是做纸钞啊那些地方的附近的很大的公园 OK 那边 就很棒 有很多 舞台 可以 好 那 再 讲一遍 这一次就比较快点 好 听一下 花見 この間 私の妻と友人夫婦4人で大阪へ花見に行きました 私の妻は初めての花見だったので頑張ってたくさんのお弁当を作りました 私の友人もお弁当を持ってきたのでみんなで桜の木の下でお弁当を食べながら花見をしました もちろんお酒も少し飲みました 少し寒かったですが天気が良かったのでとても気持ちが良かったです 桜の花びらが散る中みんなで美味しいお弁当を食べたのはこの春一番の思い出です 如何呢 ん 要听得通吗 ん 那 大家要记得 きもちきげんきぶん 稍微整理一下 ok 好 那最後 讲一件事情 大家觉得 有什么意见 请留言给我 或者请教我 让友好友 问我问题 好 那大家看这个影片 觉得不错的话 就请帮我按赞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好 那 如果对我的Yota线上课程 有兴趣的话 就请看YouTube的说明欄 那边 好 那就今天的课到这边 拜拜